看到中国海军这么记仇 网友表示放心了 而福建舰选在17号这天正式下水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爱记仇 而且一个伟大的民族 就必须要铭记历史 尤其是屈辱的历史 因为这样才能支持而后遥 而选在6月17日下水 也有着深刻的寓意 看到中国海军这么记仇 网友表示放心了 而福建舰选在17号这天 正式下水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爱记仇 而且一个伟大的民族 就必须要铭记历史 尤其是屈辱的历史 因为这样才能支持而后遥 而选在6月17日下水 也有着深刻的寓意 比如每年的12月13日 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 国家攻击日 除了纪念死去的同胞 也是抚慰华夏大地的伤痛 也是为了让我们铭记日本人 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支持后勇 也会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更加发奋图强建设我们的祖国 而足以载入史册的 福建舰的下水时间 日期的选择肯定是有大讲究的 那么17号这天又与什么有关呢 远的不说就说 我国首艘国产的航母 山东舰 2019年 山东舰在三亚正式服役时 其嫌号就是17号 而且当年正式下水时 选择的也是12月17日 而且这并不是所谓的巧合 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 我们人民海军的许多重大活动 都喜欢放在17号这天 这是因为17号这个日子 对中国海军来说 具有着重大意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的 刘宫岛正式成立 时间就是1888年12月17日 当时北洋水师的舰队 是我国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其实利用猛排世界第一亚洲第九 如果仅仅只是一两件事 还说明不了问题 1894年9月17日 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舰队惨遭重创 最终以五艘战舰和850名官兵伤亡的代价 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 1895年2月17日 恍旺的日本将军舰开进了威海卫港 北洋海军的残余舰船 被日本人搜刮干净 有用的物资都日本人运回了自己国家 1895年4月17日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 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不仅让我们损失了两亿两的白银 还失去最宝贵的我国领土 台湾和辽东半岛 都是在当时被割让给日本的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17号对中国海军来说 有着太重大的意义 很多让中国海军蒙羞耻辱的日子 都是在17号这天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如此看中这重要的一天 你可以说 这是中国海军在记仇 但是不记仇 怎么能铭记那一段段的屈辱历史 我们不是放不下过去 而是只有时时刻刻记住不堪过往 正是他才能激励我们自己 而反观日本人 14年的清华战争 他们至今都不承认 不正视历史 甚至扭曲历史的人 终将不会真正的强大 曾经的遭遇 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去努力组建我们强大的海军 这也许也是不渐渐 选择在17号这一天下水的原因吧